甲状腺癌术后的点131治疗是怎么回事? 张华,副主任医师 甲状腺癌术后的点131治疗 全称应该是叫放射性点131治疗 因为我们知道甲状腺的主要功能 就是合成储存和分泌甲状腺素的 那么合成甲状腺素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 就是点 过去我们讲点缺乏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地方性甲状腺肿就是大脖子病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需要点 但是点的收入量不够 而引起的这个甲状腺肿大 那么甲状腺癌在甲状腺大部分切除以后 我们为了达到这个根治的目的 比如人体还会有一些甲状腺癌的淋巴转移 我们远处淋巴转移 我们手术可能切除不了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脏器或者部位的转移 或者是一些影响学检查 不能够发现的这些微小转移造 我们为了达到治疗效果 我们采用放射性点131治疗 原理是只要是有转移的这些地方 只要是有甲状腺的组织 它就会射去这个点 那么我们这个点是放射性点 它射去以后呢 放射性点里边会释放这个贝塔射线 贝塔射线可以把那些远处转移的 或者一些微小的转移造给它杀死 因为贝塔射线呢 一般它的半衰期大概在一周左右 它穿透的距离大概只有0.5到2毫米 就是说它既可以用这个贝塔射线 把一些微小的或者是转移的 甲状腺组织给它杀死掉 它又不会对周围正常的组织造成损害 所以呢 疏后用放射性点131治疗 主要是为了杀灭一些远处的转移 或者微小转移的一些冰造 专家提示 1. 甲状腺癌术后点131治疗 前称放射性点131治疗 2. 甲状腺癌在甲状腺大部分切除后 为了根治 采用放射性点131治疗 3. 有理事只要是有转移的地方 只要是有甲状腺组织 就会摄取点 4. 放射性点里是放射线 可以杀死微小转移到